你跟他到底關係有變嗎 其實應該是關係沒變 但是他最近看到我就有點 比較沒意無意 這是台灣我不知道 怎麼行動 沒意無意還是有點怕我 民眾黨前立委蔡壁如 大方透露跟柯文哲 兩人目前的關係沒變 但他跟黨團主任陳志涵 兩個女人間 卻被說是上演公鬥連續劇 這此時此刻我們要驚訝心來 不要再去給柯文哲添亂 好不好 旁邊的人不要再去給柯文哲添亂 讓他驚訝心來 一個一個解決 群策群力 也不要偏聽 也不要說只聽誰的話 不只要柯文哲別偏聽 還落話要旁邊人 別給柯主席添亂 前一天更喊話要戰狼小姐姐 陳志涵為黨出戰2026 還說是否出來的 不想要他留在台北 此時此刻可能沒有辦法 回到黨中央去 各種不同意見都要在一起 對啦 台面那麼大 你現在就是黨內搞這些 鬥來鬥去我覺得不好啦 我很多的發言 其實都是被動發言 也並沒有人要不讓他回黨中央 只是說因為他現在擔任的是 台中市政府的部門 依照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他們就是不能夠兼任黨籍 陳志涵 蔡壁如 兩人話中有話 隔空互嗆 民眾黨茶壺裡的風暴 似乎隨時開炸 黨主席柯文哲忙著還假 太誇大了 第一年齁蔡壁如也一直在黨中央 他也有位置 事實上他也一直在幫黨辦全團各地辦活動 事實上我們在現階段給他最大工作 就是在台中地區發展組織 蔡壁如叫陳志涵出來選 我覺得是有道理的 你是柯文哲最後的捍衛者 你要代表柯文哲出來戰一次 如果連柯文哲的代言者 最後的捍衛者都選不上 柯文哲2028不用選 血滴子跟戰狼小姐姐的戰爭一觸即發 兩個女人爭權也要爭誰更得 柯文哲一眾 民視新聞林靖林東銘 台北部島